这叫莫比利 莫比利这边也是街道市场 价钱就没素质 东西是蛮多的 新门 我之前在外州念书的时候 经常去波士顿的唐人街 然后也是有一个叫金门的超市 是我们那一带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捕获地点 叫金门应该是台上的 我现在要从卡尼尔走到沟里 然后再走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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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唐人街很多建筑都非常有年头吧 因为在美国也算都很有年头的建筑了 当然在中国那些比是年头没得比 不过美国一般很少把有点年头的建筑拆掉 然后盖个新的房古 它不是房古 它就是这个枕的 因为它也不太古 这就是曼哈顿桥了 过了这个桥就可以到布鲁克林或者是黄后区 像我们住在乡下的人就都要通过这些桥到曼哈顿 这是曼哈顿桥然后孔子大厦 现在我在包里街顺着包里走到格兰吧应该叫 现在这边在大兴土木 这个是卖首饰的 这个应该短期内不会开了 有好多都是这些 这些珠宝首饰这个店算是交易 都是要最后才能开的了 这是一种怎么说这种华人的按摩 看一下价钱 一个小时三十九块 九十分钟六十块 这是安费 然后足疗是三十九十分钟四十八块钱 但其实 这个价钱是 是这个单纯按摩的价钱 你还要再给小费 小费的话 其实也不低 加上如果有 没什么 这有一个香港超市 我怎么说 动就动了 看看这个香港超市是啥 是开的 只是门口没人排队 好 这个小飞羊也不知道是不是华人 那过来的 我也没吃过 这是韩国的豆腐宝烧烤的 只是你可以拿走 这些我都吃过 呵呵呵 因为我购物基本都是在买菜的话 然后到Chinatown的话 常人街我只是来和朋友就有个聚餐 现在是不用了 现在是不用了 我是觉得市政趁现在 人还没那么多 施工还是蛮重要的 我有一种想讲美国施工队的欲望 但是 因为上次讲了 发达到福州移民的故事之后 还是有些人有反感 所以美国施工队的这些故事我就不讲了 如果有人有兴趣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找机会聊 好 这就是包里和格兰 今天的行程就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个是桃圆街这么一个 小公园也好 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活动中心也好 就是很多人就在这晒个太阳 然后 这一段属于番外偏 有时候他们很多人讲 就是 在唐人街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 可能他穿的也不是太重要 可能也分不太清楚了 他这个老汉是个流浪汉 还是 他只是在这晒个太阳 也许 这个人就是 就是在旁边 拥有几栋楼 然后 他收房租间歇过来下来休息 晒个太阳 还有蛮多老人老一代移民都有这个感觉 就是他们 很低调 不会 穿着西装笔品怎么样 故隙堂皇 但是 他就是有十几栋楼 在曼哈镇 当然我是说 华裔老人啊 这些鸽子都是不怕人的 这个儿童乐园就已经关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儿童乐园就已经关了 这个没办法 那边就不逛了 就这个故事就好像之前在 应该是盗月社嘛 他们拍过一期就是深圳吧 还是广州 就是城中村里边 一个卖鸭肉饭的老板 其实他有十几栋楼 不是十几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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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老一辈广东移民也都这种特别多 你就是 真的看不出来他们是 真的是在吃救济的 还是他们是 有十几栋楼的 他就和 大家一模一样 看不出有任何区别 很普通的个人 然后就 这种地方晒个太阳 我也不认识什么有钱人 所以我也 没法说到底哪一个有几十栋楼 哈哈 哈哈 好 这个翻了一天 就到这里 哇 这还有什么影业 感觉他这个楼应该是是可以拍电影机用的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呢 请拜托一定要点击一下订阅啊 然后感谢大家 这些时间一直对我的支持啊 谢谢